拜登政府兜不住了 他们做了太多的事情已经违背了正常的认知 比如说边境危机 对于民主党政府来说 非法移民就像新冠病毒一样 可以达成一箭多雕的目的 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存在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方式 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华盛顿的政客才知道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多少也知道一点 只要你封锁边境 接着把川普没建完的墙给建完 就能够解决一大部分的问题 人蛇集团他们就不能带着移民直接走进美国 如果我们完全执行边境条例 他们就不敢拿着AR-15和AK-47来我们的边境开枪 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其实并不棘手 只要目的是真的为了保护我们的边境 一切都按照法律来执行 很快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但是很可惜的是 拜登政府里的高官一个比一个会说谎 而且这些谎言之粗糙 完全把百姓当成没有任何独立思考能力的土豆 前边境管理局的局长Rani Scott 在FOX的节目上向大众揭露 拜登政府他们当然知道该怎么封锁边境 建墙所需要的材料先前已经全部都买好了 工人都已经在那里随时等待开工 但是拜登政府在做什么呢 他们每天支付500万美元 告诉这些工人不要开工 所以当你听 Secretary Mayorkas说 做什么事情 能够估。Border Patrol 都在一部分,都在一部分。 那是在二周期的那些。 多分之后,有没有写的写会。 它已经很远过60天。 很多的那些 projects都在现在都在级。 所以我们正在货币的工作。 它是在一段时间, 它有多官 anticipated。 有棧屁桌上交 rim浏码车的工具。 三个很想ords之опас, 现在党的币 Peace Conference开始时, 写 uz blend。 roughsene了, 在那里面拍semble时, 连工 And bisa, 所以, 出车说它在每一次幅剪輯 collective能力。 如果可以只需在 Francis车切到这些币, 这怎么 observing。 pak公共剪达这币简意道。 佳契局没有维产政治。 there's not there's no adult dialogue if you will it's just it's just a black and white decision administration said we're not doing it so we're not doing it that money is just trickling away to those contractors for not doing work each day what 一天花500万给那些工人让他们不要建墙 你知道500万能买多少瓶指甲油吗 Niji Nails的指甲油原料是市面上最高规格 最安全的turn free的材质 买满49就全美包邮 他们家颜色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你是喜欢闪亮亮指甲油的女生 还是喜欢低调的基本款素色指甲油的女生 都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你自己喜欢的款式 我对于他们家最钟情的就是偏光色系的指甲油 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好像银河呀星光呀 散发出浓浓女人的味道 你在涂指甲油的时候呢 也可以尽情的发挥出你的创意 来做独一无二的属于你自己的款式 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 News 10就可以获得全场九折的优惠哦 好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 最近我们看到大批大批的移民和人蛇集团 都是从格兰德河流域过来的 很多人在河中丧命 也有很多人幸运的跨过小河进入到了美国境内 这条河呢更是承担了大量的贩毒 枪支走私 人口贩卖等重大案件 但是就在上个礼拜五 拜登取消了在格兰德河和拉雷多地区的边境墙合同 也就是说本来这些地方都是已经签过合同的 要建筑商来建墙阻挡这些非法移民 以及跨国犯罪分子 但是拜登政府把这个合同给取消了 这个举动最直接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要阻止这些人从这里过来 非法移民能从这件事里面接收到的信息就是 美国是一个没有边境的国家 只要在墨西哥 你就等于已经进了美国 美国欢迎我们 我们的三大姑二舅伯全部都随时可以来 美国的大门向他们敞开 那这个信息对于人蛇集团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人蛇集团接收到的信息就是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贩卖儿童和妇女做性奴 我们可以继续的走私枪支 我们可以继续的走私毒品 我们可以继续的并且开展更多的生意来赚钱来杀人 这些外国的黑帮分子 根本就没有把美国的边境当成是一个国家的边境去对待 他们完全不害怕 甚至他们的胆子大到向美国境内开枪 就是这么夸张 就是这么嚣张 边境一天不关闭 非法移民跟这些黑帮还会持续不断的进来 但是民主党是什么呢 民主党是一个充满爱的党 他们为了表达对这些非法移民的爱 民主党决定要我们这些纳税人提供他们免费上社区大学 这项条款是包含在3.5万亿的联邦和解法案中的 里面说到不管是公民身份还是非法移民身份 都应该有资格获得免费的社区大学 这个提案要求联邦政府从2023年到2028年 每一年都向各州拨款1110亿美元 这些钱呢要全部都用来支付学费 如果州要是想要拿到这一部分的拨款 你就必须要忽略学生有没有身份这件事 首先非法移民就已经是犯罪了 这些人从边境非法闯入 在美国非法拘留 为什么要让这些外国的罪犯免费在美国上大学呢 其次左派一直在呼吁 pay your fair share 交出你应该交的那一部分钱 或者是tax the rich 向有钱人磕睡 但是这些非法移民就不需要pay他们的fair share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pay这个fair share 他们根本都不是美国的公民 他们是来到美国犯罪的外国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到美国的这些活动当中 所以他们根本也没有资格享受任何的福利 左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非法移民 大军压境 我们的社区犯罪率会节节飙升 进到美国的毒品和非法枪支会成倍的增长 Rio Grande的那条河里面会有更多的想要进到美国去死在河里的死尸 更多的孩童被运到美国去拍摄色情录影带 共鸾同的变态玩乐 儿童色情产业会更加的兴旺发达 当投票日到了的那一天 就会有成百上千的非法移民投票给他们的民主党大恩人 你会发现本来一片大红的地区一夜之间转栏 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一直强烈的反对VoterID的原因 民主党嘴上一直说的都是 哎呀我们不支持VoterID呀 因为VoterID是歧视 他们很多的借口是完全不通顺的 完全没有理由的 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尊重我们 那就请你们说谎也要说的像那么回事吧 在参议院上针对VoterID的听证会上 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Mike Lee 就问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疑惑了好久的问题 你们总说如果投票要求看身份证的话 这就是歧视 那么到底为啥这是歧视呢 可以 你说明 姿 Rank 什么是罪性的 合法需要人的资料 给人的投票票 如果在参议时 在参议时 在资料 保守着 中心的 法制作的 谢谢 对 所以 尤其是 在说明是如果 或论是 我认为特别的法律是静谱的 我们未必将会看待事件 我们将会看待特别的法律 我们将会看待谐用hammer 我们将会看待在哪里 是 gereal disparities 在哪里有 remoft 对例方采论被具体的 设定是某种意义 可以接受了大法律 我想这个大法律是 调查报答的影响 幺庸的唯大 你听懂他说什么了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过那种会 就好像你在那坐了两个小时 结果什么都没说 他的回答根本就是假大空 说了半天啥也没说 因为他根本就说不出来 为什么这个是歧视 左派要完全翻转我们的生活 他们要控制投票 要控制投票结果 而且还在不断的毁坏我们的文化 加州州长纽森在周六的时候 签署了一项新的法案 要求加州超过500名以上的员工的零售商店 必须要分出一个不分性别的区域 来卖小孩的玩具 那我们一听 大概就能猜出来有哪一些商店 超过500名以上的员工 像什么我们经常大家去的Target 或者是Walmart之类的这种商店 那为什么他们又非得格出一个 这样不分性别的区域 来卖小孩的玩具呢 原因就是传统的蓝色和粉色 对小孩的伤害太大了 为什么男生就一定是蓝色呢 为什么女生就是粉色呢 因为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因素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不男不女的区域 来让小孩可以尽情的挑选 他们想要的玩具 而不用考虑到他们本身性别的因素 从来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去阻止 小孩在商店里面看玩具 不管你走到哪一个区域 你去看什么样的玩具 我小的时候 我玩的玩具 全部都是男生玩的 我玩汽车 我打枪 我到公园里面去玩打枪比赛 我还得奖 我从来都不玩娃娃 因为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那这一切呢 根本就没有影响到我的性别和性取向 因为小孩就是很单纯 我就是玩我爱玩的东西 那左派从生活中 从你购物的商店里面 商品陈列的摆设 来告诉你的小孩 他应该是什么性别 对于大人来说 这可能没什么 只是多了一个 不分性别的玩具的区域而已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们的认知就会告诉他们 哦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面 除了男人和女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性别呀 原来男生是蓝色 女生是粉色 是歧视啊 那当他们慢慢长大 十年后 二十年后 受到这些教育的孩子们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加州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 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的候选人 做了一个竞选视频 他竞选视频的内容 中心思想就是 我不会把亚利桑那州 变得像加州那样 结束了 三十年后 尽压 负责 不 就是 马 Kelly hora 要战来 力槽 加州是传染病啊 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些左派的毒瘤 通过加州和亚利桑那州接壤的那一部分传染过来 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大家也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拜登政府不承认 尽管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一切都像演一部戏 好像皇帝的新衣一样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他就是没穿衣服 但是谁也不能说 谁也不能讲 政府已经习惯了欺骗人民 人民也已经习惯了被他们说好听的话骗一骗 能过一天是一天 但是我们仍然要抗争 因为这是神赋予我们的权利 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不必要过着被奴隶的生活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接受任何的谎言 战争已经打响 坚定你的信念 顾好你的小孩和家庭 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一起来做 或许需要你付出极大的信心和耐心 但是这一场战争的结局已经注定是我们胜利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世界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这个朋友啊 他留言他说 这么多年来我确信了一件事 我没有在人们身上看到神的显现 我看到的只是人们内心欲望的投射 愚昧生傲慢 傲慢即是罪 我们基督徒的确活在世上 就是应该反射出耶稣基督的样子 是 我们这方面的确做的不够好 而且是非常的不够好 我们节目其实有特别去挑比较狗血的新闻 因为我们想要把这些丑陋的事情弄出来 毕竟我们是算是一个右派的新闻节目 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打击左派这些人 你如果说要看到这些东西的话 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亲自的去传福音 你去传福音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改变 我自己的那个频道PHC 是在讲说圣经里面道德 还有所有的这个律法之类的 就有很多人看了我的节目之后 他们决定要信主 然后他们决定要改变他们的人生 然后他们决定要去教会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亲自去看到 人的改变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去看这样的事情的话 你真的就是要去传福音 走出去传福音 你去看到人改变的方式 就是去传福音 所以这边真的是鼓励大家 如果想要经历神 如果你是基督徒当了好几年了之后 然后你就是说我都没有看到神 然后我都没有怎样怎样的话 你真的是就是去传福音 你就可以看到神有非常非常大的作文 对而且他说没有在人们看到神的显现 我觉得看到问题反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看到问题你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问题 如果有的人连问题都看不到 就说我们很好我们很棒 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看见是好的 他最后说愚昧生傲慢 傲慢即是罪 这个就是连很多基督在教会里面待了十几年了 你会知道他们很傲慢 他们会觉得他们什么都懂了 他们知道的比牧师还多 有的时候牧师是新来的 他们在那个教会已经待十几年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牧师懂了什么东西 就只是个抬头而已 我还怎样怎样怎样 这种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傲慢的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不见得会告诉我 我也见过有牧师也是这样的 根本就不认识了牧师 一上来就跟我说 你知道我是在哪个教会牧会的吗 你知道我以前的教会有多大吗 你知道我给多少人收集吗 多少人听我讲道吗 等等等等就是讲这些 然后那对于我提了半天我就觉得说 这个内容就对我们那些谈话就是毫无关联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你跟我讲些干嘛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仆人 所以我其实并不在意你牧多大的会 我也并不在意你给多少人信主 我也并不是很在意你说 你在多少人面前讲道 我觉得神给这样的恩赐很好 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都是神的恩典 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他是给你昨天的节目留的言吗 我喜欢听你们讲政治 但是不是宗教 说实话宗教方面你是个假样人 可能说是假洋人吧 就假老外 对对 但是政治方面你们是正确的 千万不要把政治和宗教融为一体 太好了你知道吗 这位朋友我们的目标客户就是你这样的人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 或者是你的疑虑 或者是你不喜欢的这个点 恰恰是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为什么强调 为什么是基督教的政治平衡 如果你要是生活在美国 如果你也是右派 如果你是热爱美国的人 那你就应该知道 美国跟宗教是分不开的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就知道美国是怎么建国的 然后美国的宪法是从哪里来的 全部都是从圣经来的 你如果说只讲政治 不讲宗教的话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打个很简单的例子 堕胎为什么是错的 如果没有神的话 堕胎就不是错的 还有同性恋 对 为什么同性恋不应该 那你按照左派的来讲 这就是爱呀 对 你不能说 你按照自己的判断就说 我没见过 我从小就是看见男人 就是跟女人在一起 男人跟男人在一起 是变态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这个评价 去觉得 那你觉得是变态 他们觉得不变态 他们觉得说在爱面前人人平等 那你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东西 对 你如果说没有一个标准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说 什么东西是可以做 什么东西是不该做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如果说没有standard的话 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如果你是右派 如果你是保守派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standard 但是你为什么你的standard是对的 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宗教 背后有一个神 然后这些东西是神说的 十戒一开始的第一个就是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然后把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带出来 意思就是说 是神把你带出来这个地方 是神让你脱离奴役 不是任何人 也不是摩西 也不是你妈或是怎样的 你有义务要对神去行善 你有义务要遵守神的法律 你有义务要把自己做好 因为你是对神的义务 不是对任何人的义务 然后因为你这一生你可以得到自由 是因为是神的律法给你自由 神的律法让你得到自由 所以说讲宗教 讲政治 政治跟宗教 有史以来就是在一起的 如果说你不讲宗教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谈政治的必要 而且换句话讲 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美国 你来了美国 你觉得美国很好 美国为什么好 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要去思考的一点 就是美国为什么好 就像你刚才讲的说有一个标准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这当然不是按照每个人 你自己想要去做的 就说我觉得这个事能做 或者我觉得这事不能做 这样下去的后果就会变成左派 左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你为什么会来到美国之后 你会发现说美国越来越乱 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在走下国 为什么 因为美国被弃神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左派会变成那样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神 他们放弃了神的一切 为什么保守派 右派 包括你最喜爱的川普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他们所有形式的标准 都是按照圣经的标准 这个就是右派 这就是整个保守派的一个铁盘 为什么保守派 做的事情 大家都欢迎 大家都说 这个事对啊 这是好啊 为什么做的这个事是好的 他们怎么做出这个判断来的 如果你没有圣经作为一个基础的铁盘的东西 你去作为判断的话 那这就是下一个左派 所以你要相信的东西并不是右派 也并不是保守派 也并不是共和党 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会走偏 如果没有神的话 川普也会走偏 川普能做出让大家很喜爱的事情 大家很支持他的事情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 不是因为说他当了总统了 所以他怎么怎么样 或者他一辈子做生意 他脑袋比较好水 绝对不是因为Q 对 给Q一点关心都没有 川普能知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有神 而且川普爱神 他去哪里 你看他拿本圣经 他不是装模作样 你以为他大学教授啊 天天揣本书 走着好看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你在美国的话 你就是要去了解基督教 而且基督教 他不是给老外的 不是给白人 黄头发 蓝眼睛这些人的一个宗教 如果你要说是 世界上真有真理的话 那个这个真理 它是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 它不受人种的限制 不受文化的限制 不受地狱的限制 它里面拿出来的任何一句话 不管放到任何的环境下面 它都是绝对对的 这个东西才叫真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 我们是用基督教来讲政治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因为这是一个绝对对的东西 下一个来自 Jeff L 其实我蛮想看看一次你们能邀请一个左派的年轻牧师 或者传道跟你们有一个对话 应该会蛮有趣的 我也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哎呀我好想做这个东西 特别是每次讲到议题的时候 就像这次的移民议题 然后堕胎 同性恋 这些东西 还有那个BLM 对 然后那个stop agent hate 对 我是一个基督徒 对 然后呢 我有义务要去point out这些假先知 但是不是在大众的面前 像说我们在成岛会的时候 然后突然指着他鼻子骂这样 这样之类的东西 而是你在私下的时候你要去challenge他说 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 但是如果说他愿意来的话 愿意坐在这个位置或是这个位置 然后跟我们有一个理性的谈话的话 我是非常非常愿意的 欢迎左派牧师跟我们联络 左派牧师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左派牧师 就是他们通常口里会说说 我们不分派啊 什么左派右派 我们合一的 左派牧师最爱讲的合一 我们是凭着神的爱去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把自己归类为是左派牧师 甚至他们都不觉得他们支持的东西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是很希望跟这样的牧师 就是有更多了解的机会 然后聊天的机会 因为牧师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一个牧师你口中讲出来的道 是会影响你们教会的所有人 尤其现在东西都会放到网上 你也会影响在网上看到你东西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你口中讲出来的 你是曲解了神的道 没有办法跟神交代 而且你使人半导 而且现在通过网路的力量 你会半导更多的人 所以这个是对他自己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们是有必要要去跟他们讲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任何一个左派牧师 你支持同性恋婚姻 然后你支持堕胎 你支持BLM 你支持STOP ASIAN PAID 你支持非法移民来美国 然后你支持现在在那边打砸抢这些东西 欢迎你来跟我们辩论 我们 我请你吃中餐好不好 请我吃吗 你不是左派 你要请我吃 不 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这里面更可惜的是什么 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 就是现在也掀起一股浪潮嘛 就是说这个教会要讲政治啊 经服的讲政治 有些牧师他们本来不讲政治 他们想想说 对啊 圣经里面没有那卷说不能讲政治啊 对吧 那我们也讲政治吧 结果呢 说实话他对政治根本也不是很了解 然后他被左派的这些东西给骗了 骗了之后呢 他还觉得 你看我新潮吧 我现在开始讲政治了 感谢主 神喜悦我这样的情况 这些事情是很乱的 然后如果你没有了解到真新闻的来源 你每天看那些主流新闻 的确是会被骗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 如果要是大家有知道任何的牧师 或者任何的教会 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他们 对这些繁忙的牧师来讲 他们没有什么时间看新闻 那我们是一个真新闻的频道的来源 是可以信赖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给大家就是比较好了解 现在就是what's going on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之后 应该就会建立比较正确的观点 我们联络方式在下面 如果要是有大家说 愿意来上节目跟我们讨论讨论 然后尤其是跟我们观点不一样的 我们非常非常欢迎 可以做一个这种交流的方式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必要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好那拜拜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在火龙果宇航科技公司的科研市 周董方博士正在研判新开发的 动力波宇航推进器的研发进度 哎 方博士啊 照您这样分析 我们这次重大突破 应该很快就可以进行实验了 董事长 是的 我估计在三个月内 我们就可以完成各部分的组装 进入实体试验了 若实验成功了 这下可要举世震惊了 哦 对了 方博士 你看 这部举世首创的重力波推进器 是咱们宇航科技用了三年多的精心杰作 所以啊 万事都有因 您言下致意是 你们信上帝的说 万物都是被上帝创造的 那么我请问你 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吗 因为万事都有因啊 哎呀 董事长 您这问题有点刁砖 看看您是否同意我以下的看法 按照定义 By Definition来说 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通管者 如果他居然是被其他某位创造的话 那么原先以为的这位就绝对不是上帝了 我们反倒要去认识这位创造他的是谁 其他的就以此类推 这点我同意 但以此类推又会推到哪呢 这就好比一辆火车有好几十节车厢 每一个车厢都被前一个车厢带动 我们从最后的往前推论 一直推 一直推 当推到第二节车厢的时候 就发现第二节车厢是被火车头所带动 而火车头丝毫不靠其他的东西来拖动 因为它就是整个火车动力的源头 它带动所有完全主动 火车头就是火车动力的第一音 所以你们基督徒所信的上帝 就是那宇宙的第一音 正是如此 上帝就是那使万有产生的第一音 嗯 这个我要好好地想一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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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